世界上最神秘的工厂 每个人都在穿着尿不湿 很多人看到这儿可能会感觉特别奇怪 这不是在压榨工作人员吗 没有一点人性 这是一家美国的公司 主要生产的是食品 但是在这里生产的食品却不是普通人吃的 而是一些癌症患者吃的一种食物 这种食物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 所以制作这种食物需要很高的标准 在保证一定的核温状态下才可以 这样才能保证食品的卫生和健康 就是因为这样 整个工程看起来特别神秘 每个人都必须穿保护服 为什么每个人都穿着尿不湿呢 是因为如果员工去厕所的话 很容易带回来细菌 这样会对产品有一些影响 所以工厂的人都会穿着尿不湿 穿着隔离的衣服 这样一来就能大大避免细菌的入侵 严格的保证了食品安全问题 将出现卫生问题的概率降至最低 我们都知道制作食品最重要的是安全性问题 如果产品公共卫生质量不合格 会给社会带来紊乱 俗话说定从口入 如果工厂的食品出现了问题 有可能造成消费者身体受到损害 公司经济损失 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更何况这家工厂的食物供应的 都是特殊的人 小伙伴们 每个人的工作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工作的内容也是 我们都应该做好本职工作 这是做人的责任 这座工厂是工作环境 工作性质的约束 个人是辛苦的 但都是为了他人的健康着想 无法避免 你们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好了 本期谈谈微前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不要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